本來長空今天可以看到余大哥 但是余大哥今天在家裡收拾 因為這幾天真的太難過了 雅兵姐他們都有點撐不下去的感覺 也許這次對院子來講 這十年來這次他的一個解脫了 就是不再痛了這樣 但是對余大哥跟雅兵姐是去女人 我非常沒過很痛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也不知道 本來長空今天可以看到余大哥 但是余大哥今天在家裡收拾 因為這幾天真的太難過了 雅兵姐他們都有點撐不下去的感覺 然後我只是清晨願起這個小孩子 在這十年當中受到這麼多病痛的折磨 其實讓我覺得滿捨不得的 然後也捨不得余大哥跟雅兵姐 失去了一個這麼棒的孝順的小孩 然後我每天看他這樣是很難過的 我覺得其實很難過 只能看到大哥這樣雅兵姐這樣 我真的很捨不得 也許這次對院子來講 這十年來這次他的一個解脫了 就是不在頭這樣 但是對於大哥跟雅兵姐是去女兒 非常難過很痛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做的就是陪伴 我們能夠有空的話就來陪伴他們 然後我們不斷地給給予祝福這樣子 小花姐有傳信息所以宜大哥那樣 我有朋友也宜大哥 對 那大概就結束了 我就跟宜大哥講說 宜大哥請節愛 就是你要保重你的身體這樣 因為我們都還是要你的照顧 因為宜大哥很照顧我 很疼我 所以我看他這麼難過 其實我真的心很燈 對 就是 她其實是一個很陽光的一個女生 而且很樂觀 然後 我對她的了解是 她是一個就是 報喜不報憂的人 對也不會想要讓爸媽擔心的小孩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一個女生 對 這個關卡過不了 也許她現在 就在天上 就是 在保佑我們 對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